2024年是廉政公署成立50周年 约600名来自香港及其他地区的嘉宾 来到廉政公署大楼参加50周年庆祝酒会 并见证香港国际廉政学院正式成立 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力临主理 并与廉政专员胡一鸣先生一起主持香港国际廉政学院揭牌仪式 3 2 1 4 3 3 3 4 4 4 5 5 6 6 6 7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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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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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新成立的香港国际廉政学院 旨在透过提供培训 推动学术研究和经验分享 为全球反腐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在成立典礼当天 学院率先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澳门大学 香港大学 及香港科技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 并在行政长官见证下进行备忘录交换仪式 各方就经验分享及反腐败人才培训加强合作 学院除了为本地不同届别提供反贪专业培训 也会积极为全球反贪机构人员筹办课程 而学院正在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合办专业课程 行政长官与来自多个国家的反贪专业人士会面 听取他们对培训的期望和意见 半世纪以来 联署的反贪路上沿途有你 我们将继续履行职责 坚守反贪使命 迈向下一个50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